《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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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我是安东利奥 欢迎你来到《空中广播室》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有关基督教的讲座 希望这些讲座的内容 可以帮助你更认识神 使你的生命成长 我们全新的主题 是男女相处藝術 你在自我安慰一番 每一次都是这样 每一次都是这样 你见到你的观念 有多可怕 当一个弟兄有感动的时候 就走过去跟我姐妹说 我经过祈祷 你是 她姐妹说 我没有祈祷 你祈祷回去 她祈祷回来 怎样 没有理由 我没有感动 没有理由 是时候未到 遲早有的感动 试一下先 试三个月之后 我们都应该分手 我昨晚经过祈祷 为什麽 神告诉我 你不是的 上次我听错了 我们经常在这个逻辑的底下 去追求我们的伴侣 产生了很多问题 第二个 事下流行的观念是什麽 就是一个 不是绝对预定某一个 不过神是预定了 不过预定的条件 就很多了 她不是单单预备A 她还预备B 她还预备C 她还预备D 这种说法 就给我们很大安慰 因为当A失败的时候 你不怕还有B 当B失败了 不怕还有C C失败了不怕还有D 神究竟什么时候是呢 我也想问 究竟是否到Z 正常是AA AB AC BA BC 就是排下去 像车牌这样 这是很大的问题 上帝为你预备的一个 如果你持续这个观念的话 你都不知道 第二 基本上没有经文支持这个说法 是你自己的安慰 自己作出来的 第三种说法 就是绝对自由 神没有预定的 我自己去找 这种绝对自由 或者称为爱情进化论 什么爱情进化论 就是大家碰撞 就是 honor 碰撞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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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к的刑不正 Iraq 我不会就他们是在b 你就是不自由发挥的 哇 你也就相信 不信佳法论 但你不信 因为你有信 尽争 要不然哪有機會 你一定要有這麼多選擇 選擇給你選擇 要不然會後悔 如果你相信這種觀念 往往結婚後你就會後悔 因為當日我是不是心急過頭 我等多幾年就等到這個 是嗎 而這種觀念更加沒有聖經支持給我們看 所以今天我想提出第四個觀念 因為第四個觀念就是說 上帝是我們的天父 我們與其問 上帝有沒有為我們預備一個獨特指定那個 倒不如我們接受上帝是我們的天父 其實怎樣說這個觀念 在我們這個世代裡面很難明白這件事 但我想畫了這幅圖畫給你聽 其實我們的父母是很好的 他們好好的在什麼程度呢 如果他不試賄 是一個非常好的 在我們的婚姻的戀愛的過程裡面 在我們一個人 當你帶你的男朋友和女朋友回家的時候 如果你爸爸媽媽不是一個試賄的人物 不只是看錢 他通常都能給你意見的 這個意見的準誠度都很高 因為他見得人不多 經驗豐富 而且他知道 起碼一樣東西他知道 他知道你意見的是什麼 他了解你 他不了解你 他不了解你 女兒這個表適合你的 你上次分手刺激大的頭就受得了 所以當上帝是我們的父父的時候 天父的時候 上帝比我們的爸爸媽媽更好的原因 他不單止知道你的需要 我的需要 他更加知道隔離的那個需要 他只得一清二楚 他沒有獨特指定 預定某一個 不過他知道哪一個是適合我們 哪一個是真正的我們需要的 你想一下 是不是 往往我們祈禱 要列出條件 到你結婚那一刻 就完全不適合條件 因為當你的年齡越大的時候 你的條件的要求會降低 如果我們持著天父 是我們的父這種觀念的時候 這個行為會怎樣做呢 你就會覺得一件不簡單的事 這件不簡單的事就是說 你有沒有發覺 一個人的自由意志已經很大了 要將兩個人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拉在一起 這個變數是很大的 你知道嗎 很大的 你同年認識那個小女兒七歲 那時候適合你的 如果你繼續發展下去 那時候沒有發展 現在十七歲的她未必適合你的 或者那時候七歲的小女兒不適合你的 但是現在十七歲的那個適合你的 這個變數很大 還有呢 就是為什麼基督徒和基督徒拍拖會是好的呢 因為他們當中有一位的父在那裡 有一位天父在那裡 當他們倆就算性格很不合 嗜好很不合 各方面都很不合 當你這樣討告的時候 天父就會容易做事 OK 你要付代價 什麼代價 改變你自己 要不然沒有可能發生這件事 哦 行 我願意 那就去吧 所以當我們認定天父是我們的父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那個戀愛觀和那個拍拖是很創造性的 它有無窮的變數 無窮的變化在那裡 但是它是穩定的 因為有這個父在那裡看著 所以當拍拖就覺得很精彩 其實第一種說法就不精彩 明知道你是了 不送花都可以了 是不是 明知道你是了 你在嫁給我的嘛 不求婚都可以的 你會主動回門進來 我數三聲 完全不精彩了 精彩就是 他隨時可以不是的 各位 你要努力 不如去追 好了結婚之後是不是就定了國呢 不是的 他還會離婚 還有婚外前的情況產生 繼續不斷地努力去做 去做 去做 去剃造出一個真正的愛的關係在那裡 如果這樣就很精彩了 在這樣的過程觀下就非常精彩了 所以我想建議第四個看法給大家去考慮的時候 你重新去思想一下 因為我們知道有一段很寶貴的經文 這段經文告訴我們 我們愛 因為神 先愛我們 如果大家都在天父的裏面 我們都可以分享和去經歷這種真實的愛 我今天就分享到這裏 謝謝兩位講員 我們再次給二弟的掌聲 多謝你們 今天的聚會還未完結 現在是第三個部分 會有些發問的時候 首先我先說這條 有三條題目 第一條文說 已經預定結婚的男女 例如在數個月之內將要結婚的男 那他們可以在新居一同同居嗎 如果發生了婚前性行為的時候 那算不算是犯了奸任呢 剛才我說性觀念的時候 就是回答婚內性的問題 其實講過了 就是性不是自由的 就是它的自由是有限制之下才叫自由 我剛才講過的觀念就是 那變成性基本上 就要在一個很保障的婚姻制度之下 才等於適合 我剛才也講過 感覺雖然是好 不過未必是對 兩樣東西 對和感覺好是兩回事 然後婚前性行為可能是一個非常好的感覺 但是未必是一件對的事 那就是擺位了 譬如我去偷一個蘋果回來咀嚼 好吃的 好吃的不得了的 那我覺得有什麼壞 我偷一個蘋果回來吃而已 偷一個禁果來吃而已 但問題就是 現在不是蘋果好不好吃的問題 而是你偷回來那樣東西不對嘛 那變成了我們在婚前那個的性行為 雖然都知道明知是對方的 但是我們仍然要在一個適當的範圍之內 才可以發展這個自由的觀念 所以婚前性行為不太好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不可以等到婚後呢 是不是你很大需要呢 如果婚後之後有些時間 但是大家分開的兩地雙隔 或者是太空人的時候 那些情況你怎麼辦呢 婚前你都忍不住 婚後忍不住就很嚴重了 可能你在其他地方 就懲陷特區 回到大陸 你去到酒店下面 就有人打電話上來 要不要啊 那些情況出現了 所以基本上呢 等到婚後才有發生關係 這個呢 是一種commitment來的 是一種commitment來的 只有你的 那就簡單回答了 二萊你有沒有補充啊 這個問題很簡單的 就是現在在問時間問題而已 就是你沒開飯之前 那些菜都放在桌面了 那你沒開飯之前吃東西 是不是叫偷吃呢 那當然啦 偷吃的定義就是這樣 那難道開飯之後你偷吃呢 就是一樣是 講一個timing的問題 你結婚之後才有性行為 那個才不是叫犯姦淫 在酒精未行婚禮之前 未有正式手續之前的 性行為都叫做犯姦淫 其實有很多題目很類似的 就是簡單來說 基督徒可不可以跟一些 非信徒拍拖 或者結婚 他問可不可以當然是可以 可以的 實可以 他當然是想問在我們的信仰上 是容不容許這樣做呢 我看我解釋的那段經文就是說 上帝是發出一個警告 這個警告就是說 當你接受跟非基督徒結婚的時候 而真的這樣做的時候 你要接受那個後果 簡單的答案就是說 你吃得鹹魚 就抵得渴 你不要結婚之後就賴 說為什麼丈夫不是基督徒 是你自己的選擇來的 所以你可以這樣做 但是你要承受那個後果 到你這個後果 你未結婚之前 你會覺得很簡單 大家信仰不同就沒有問題 其實信仰才是影響得非常之嚴重的 你想一下是不是 晚上為什麼那個配偶 他一定那張床要放在東方 因為東方的方位才適合風水位 這個就是他的信仰來的 信仰這樣 到了有子女更煩 星期日帶她去大嶼山 看大佛 你說我不行我要帶她回去煮一河 有段時間爭辯的 吃飯之前借不借土 或者很多生活的很簡單很瑣碎的東西 都會產生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當你要選擇同一個非信徒結婚的時候 你要接受那個後果是這樣 你說我完全接受 我希望可以改變她做基督徒 如果改變她做基督徒當然好 我為你感恩 但是多數都不成功 所以你不要看一兩個成功的例子 就覺得有希望 多數都不成功 多數都是由一個基督徒變成不是基督徒 因為是你改變的 是 這個題目也挺有趣 她說婚姻 她說你曾經說過 婚姻是一個塑造一個合適的人 這個塑造是不是有改變這樣的意思 這個改變是自己改變的 還是要改變對方 這個塑造是雙方改變的 就是你要改變她也都要改變你 有時你因為為了要改變她 所以你改變你自己 很簡單 就是你要改變她的食物的口味 很簡單 譬如說她不喜歡吃辣的東西 你怎麼可以改變她吃辣的東西 就跟高青瓜一樣 你先煮一件小許辣的東西 然後將辣的份量慢慢加慢慢加慢慢加 加到一天她很喜歡吃辣的 那就可以塑造一個適合你的人 就是你慢慢做 那你都要改變 因為你吃辣的程度很高 但是你開始要降低才慢慢遷就她 所以是雙方的改變來的 因為你為了要塑造對方 Emily Tess就對你了 她說是同性戀問題來的 她不是同性戀 你讓我告訴你 都曾經有人approach過我 她就說 同性戀 聖經明顯是反對的 已經認為是罪來的 那假如有一個人是同性戀 那她又是一個圖 那她究竟是怎麼搞呢 怎麼做才對呢 那聖經有沒有一些原則 讓別人去遵守呢 聖經是否很明顯說同性戀是罪呢 我等那本書出來先 因為我跟周華山聊天的時候 她就說對那本書非常之大期望 就是說同性戀在聖經裡面不是罪 其中一個論點 她覺得同性戀未必是本質上罪的問題 只是文化上面的問題 當時的文化是不容許這件事 猶太人的文化 猶太文化就是男女極情不平等 寶羅極情大男人飛起 女人不准上台 行道又要蒙頭 很多東西 這個是文化的問題 不是聖經裡面的真理問題 我們最大的論點就是這裡 同性戀究竟是本質上真理問題 還是只是一個文化時代的產品呢 這裡有待相確 不過個人信念 就是本質上是罪的 但是現在我剛才說過有些Gay and Lesbian Fellowship 那些基督徒全部都是Gay的 全部都是Lesbian 我跟他們接觸過很好人 很好的基督徒不斷祈禱不斷看聖經 唯一一件事就是在感情上的寄託 那個男人的對象是男人的意思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有沒有變呢 如果他們是天生的 比如舉例我跟一個人聊的時候 他說這個世界上有些人天生出來是盲的 有些人就是喇喇地地說的 有些人天生出來是盲的 有些人天生出來是盲的 那他一定會痛苦的啦 但是他可以創造他的生活 無限的都可以很開心的嘛 那我自己是天生出來是盲的 一樣可以面對痛苦 一樣可以改變到 能夠成為開心一點的人這樣 即是他相信有些是天生的 那我就不爭論這件事 究竟是天生還是不是天生 到現在都沒有定論 但是呢 我就覺得有些事情 就算他是天生都好 都不是沒得改變的 神的力量、神的愛、神的能力 是可以改變一個人 甚至是天生是盲的 天生是悲的 都可以令到他的生命充滿了意義 充滿了快樂 不少的例子 幸臨子 還有那個黃君祥 玻璃仔 小小粒粒的 一生要人照顧 但是他有生命力的 天生出來是這樣 但是只要他肯接受常人的改變 我覺得可以 二樂 你是怎麼看的呢 我基本的接受同性戀是罪 不過我就不想把同性戀的罪擴大 就是把同性戀勾出來 就覺得他很獨特 就算他無論是否天生都好 其實我們每一個天生都有犯罪驚向 是不是 如果不是我們不用信耶穌的 我們個個都有犯罪驚向 所以同性戀都是其中一個罪 其中一種罪 如果其他罪在神的拯救裡面 和同性戀人變成正常的異性戀者 問題是你今天是否已經接受了 這件事是可被改變還是不可被改變 我這裡有一堆關於婚前性行為 有一個可能剛剛看完一周刊 他就說 基督徒應該怎樣處理親熱的動作 特別在公眾場合上 比如說天台 金鐘 平台角落 他就問一下 其實就是一組問題 他就問究竟性行為的尺度應該去到哪裏 他就說婚前 譬如說kiss 這些屬於父母的東西怎麼辦呢 今天我的態度是要講這些的 很多不同的學者都將性行為分了很多階段 性行為不是一點來的 而是一個過程來的 由大家兩隻眼睛開始發光的時候 發青光的時候開始已經有感受 然後慢慢的手碰一下他 碰一下他的手 接著擁抱 接著到接吻 接吻都可以分很多種 有些是法國式的長吻 會用幾時 三個字、15分鐘 追下去 有些是因為去了 有些是鹹豬舌 走arda SAN Arrow 接著去 已經是 穿著衣服的虎摩 再去到 脫衣服的虎摩 接著就是 性交 長板 這是整個過程來的 基督徒可以去哪點呢? 有時情到龍時就知道他在哪點 但我自己覺得一般來說 有社交的接觸、握手那些是OK的 男女朋友關係 去到某點已經進入了對方最私隱的地步 譬如你不會跟一個普通朋友kiss的 kiss開始已經進入了那樣東西 問題是kiss會引起很多不同的反應 或者擁抱、苦惡的時候 你能不能控制得住 你不走下一步 我就不想在哪點畫一條線 我就想問一下當你是這樣的情況 你問一下自己會不會下下一步 如果你感覺你會的時候 請你就在那裡停了 否則下一步的時候可以去到最盡 那就發生婚前性行為 我只是想說在公眾場上怎麼表達他的關係 不要當這個世界只有你兩個人 最簡單的原則而已 你隔壁的人 這是普遍的文化 你不可能說那些人是落後 那人是這麼落後的 那你去非洲 那些人是很落後的 那些人是嗎 那些人是在非洲 那些人是在非洲的文化 那些人是在香港的文化 那些人是在非洲的文化 那些人是在香港的文化 那些人是在非洲的文化 那些人是在非洲的文化 或者最後一드� conflict 然後這一 秋に因此發生了 性格也有很大的分別 那你會不會建議他們進入戀愛的階段 我打算做專家 我客觀地 我會不建議他們進入戀愛 因為如果性格和背景是很大的差異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大的差異大到什麼程度 但是除非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如果你雙方真的都很喜歡對方 而又甘願將這件事交給上帝的話 他是有改變的可能性 因為我們愛一個人的時候 背景就不能改變了 因為已經是歷史來的背景 但是你愛一個人的時候 你可以接納他的背景 即是說他吸毒、罪犯等等 其實我知道一些戒了毒的女性 是最難找伴侶的 這是男性的責任 男性很難愛一個 沒有河西亞千枝 這個世界很難找 喜歡一個這樣的女性 是一個很痛苦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真是愛的 你會接受到這個背景 你真是愛的時候 大家的性格會被改變 即是被上帝去改變 因為不是靠我們自己能力去改變 所以只有一個條件 就是你覺得大家都願意去扶上 是愛對方的 是肯扶上的 我就建議你可以嘗試去進入這個戀愛的間諜 Ewin 你曾經說過 你由四點半去看日出 然後去看金魚 坐船去買張帳看書 這個問題都類似的 你有沒有悶呢? 我看事當然不悶了 第一次 其實這個悶悶是一個期望 你期望跟這個人的日子是這樣的 那你遲早就會悶悶了 但是你的期望不同的時候 就這樣坐著不出聲 兩個人對著電視都可以浪漫 現在是期望問題 不是在做一些客觀什麼事情的問題 我可以去到 聊電話聊到傻了 傻笑 可以 也可以不出聲 坐著對著她一生一世 又可以 這個就是 你自己對婚姻的期望 想去怎樣 我自己的感覺 最好就不要在婚前浪漫 婚前的時候 就過一些夫妻式的生活 很平淡的 洗一下碗 習慣一下婚姻生活就是這樣 好了 到你結婚的時候 真的結婚了 一生一世 浪漫的東西就開始來了 結婚之後才去祝福晚餐 結婚之後才去看日出 結婚之後才去看黃昏 那時候 你能夠更加享受你的婚姻生活 而且這個人是你已經 把你的意願一生一世奉獻給他 而在那時候享受浪漫 那時候才更加好 婚前浪漫完 婚姻是愛的墳墓了 還有你想不可以解答這個人的問題 就是說 如果當是悶的時候 也悶到很可怕 那 又喜歡這個人的 那他想進入第二個階段 想發展下去 那你怎麼去建議這個人去做呢 怎麼做呢 那我自己覺得呢 浪漫期過了之後 那個婚姻生活是怎樣的呢 那我剛才說過呢 是一個生命的開發和成長來的 那這件事呢 就要兩個同步一起走 如果 大家結婚 開始沒有了那些浪漫的感覺的時候 你又站在那裏 我又站在那裏 大家不走呢 就一生一世對著大家兩個人站在那裏 動不了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另外一個不斷去開創自己的新世界 去開發自己 更加找自己不同的理想 看多些不同的書 看多些不同的世界 而旁邊那個人還站在那裏 那就一個走前 一個死位不走 死守 那時候婚姻就會出現很大問題 所以婚姻永遠都是 兩個人自己很成熟地 要有自己的成長空間 我要不斷進步 你也要不斷進步 我要開發一些新的境界 你也要開發一些新的境界 如果每天晚上在床上 老婆說今天我看了一段東西 很精彩 我想都沒想過 我跟你說一下 然後老婆說 我今天看到一些很美的菜 之前沒煮過 明天就煮給你試一下 不斷有新的東西進入的時候 你的生命 你的婚姻生活 才有色彩 如果兩個都死碎一遲的時候 那個婚姻生活 本身就很悶 而是好在乎不是大家的關係 而是在乎你們兩個人 是怎樣的一個人 你自己本身是否一個很有創意的人 如果不是的時候 你多數會悶 如果你自己本身有創意 兩個都可以享受一個 林二樂所說的Creating Love 就是一種創意的愛 好了 由於時間今天已經六點鐘了 那裡還有整個問題 是沒有可能回答到的了 但我最後都問兩位的講員 到這個最後階段 你有什麼說話去到中國拍拖的男女 或者一些現今是一些夫婦 在院外的觀念上面有什麼忠告呢 阿二樂先說吧 我看你結婚之後 最好放個牌在你家裡 就是《基督是我家之主》 原因就是會經常提醒你 有什麼問題可以交給你上 但結婚之後有很多問題 事實上都是 那些問題有很多 如果你時刻都讓上帝 在你的問題裡幫助你解決 有很多的經歷和恩典 神跡都會產生 是我自己親身經歷的事情 而你未結婚在拍拖的階段 更加要邀請上帝 在你戀愛的階段裡面存在 原因是我們問了很多個問題 這件事可不可以做 那件事可不可以做 其實你很簡單想一下 如果上帝就在你現在這裡 縱使這間房間只有你和他 你會不會做一些這樣的行為呢 上帝在這裡的不是沒有人的 如果上帝喜不喜歡你這樣做呢 當你時刻這樣問的時候 我想你做錯事的機會比較微 還有不要太過自信 在戀愛的階段裡面 有些人就跟我說 我們兩個上大陸玩 現在很流行的 男一女上大陸去深圳玩 去哪裡玩 我這麼大的人 林先生你不需要擔心 我說就是你這麼大的人 我才擔心 你六歲上我怎麼擔心 擔心你被人拐帶 但是升的問題就是 十二歲以後發生的事情 你已經有足夠的能力和年齡去做這件事 我才擔心 你六歲我反而不擔心 所以我們不要太過自信 我們有足夠能力去應付各樣的問題 反而我們多些去問一些長者的意見 還有將神真的放在我們婚姻的生活 和戀愛的生活裡面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原則 而今天我相信 我相信長者已經把婚姻的公式列出來 非常之好 就算在這個婚姻公式底下有多個問題 但是長者的解釋 如果不在這個婚姻公式底下 就更多問題 那你選一個少點問題的路 還是選一個更多問題的路 我想明治人應該都會選一個少問題的路去走 如果說到婚姻或戀愛的感覺 有時是大過感受 意志會是強過感受 在這個壇前面 大家終生的誓言就是 無論你是福是禍 是貧窮是富貴是健康是疾病 我都要愛護你尊重你一生愛你 如果那些好東西 富貴是健康 最精彩的那些東西 感受很容易享受 但另外那些貧窮 疾病 或者你半身不遂 我都要一生維護你 那樣東西就不是講感受 那樣東西是講意志 最近我看《一周刊》 有一個女生愛上一個編劇 那個編劇是逼了 因為撞車逼了 但仍然愛她 那很感人的故事 當中我覺得意志很重要 但是如果婚姻裏面 只有意志便會死人 每次都要忍 忍 忍 忍到什麽時候 一遲早爆 我覺得意志裏面 又影響你感受 你意志越強的時候 你的感受又大了些 又喜歡他多些 我都忍了你的這件事 也挺好的 接受能力越強的時候 又會影響你的意志 意志又會影響感受 不斷循環地上升 回身生活才可以平衡 最後我想說今天搞這個講座 就是現在我們面對外面的社會 我們做傳媒的 阿爾諾也搞了很多文化的事情 我們接觸的人不只是記憶圖 記憶圖的眼光 這樣也可以 有機的記憶圖 真的有 這個世界很多很多 在電台我再問你同居的 你打電話來 外面的線爆了 幾個試過婚前線行為 打電話來 外面又爆了很多 離婚的怎樣離婚 打來又很多 根本這個世界我相信 現在真的是一半半的 即是在我們現有的婚姻公式底下 以及已經脫離婚姻公式底下 生活的愛情生活 一半半的 我們要怎樣去回應外面 給我們的挑戰 尤其是記憶圖 其實我那張紙子 只是給大家一些問題 而我剛才所說的只是一些參考 其實那些問題是留待大家 繼續努力 在你身邊周圍的朋友裡面 看到他們這樣的案子的時候 你應該怎樣去幫他 那這個我想 不只是我和以樂 或者一兩個人的事 而是我想 全香港的肌肉圖 都需要努力去回應 一起面對的一件事 你們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叮噹 就可以隨時接收到我最新出的影片 今天的時間就到這裡 拜拜